是 美國大選瞬息萬變 尤其你看光投票數是不準的 要看選舉人數 所以昨天我們在開票的時候 拜登他的全國的票數 都是比川普高 但是就是這個關鍵搖擺中 沒有開出來 但是有幾個數字 是絕對是創紀錄的 拜登他的普選的得票 史上最高7000多萬票 突破了2008年歐巴馬的紀錄 他當年是6900多萬票 另外他也是可能是史上最老的 因為他即將要滿78歲了 1942年11月20號 兩個禮拜後生日 可能我們可以提早做他生日快了 不過他如果真的是這樣 你看看到瞬息萬變之外 昨天川普也出招了 他一開始就說這是一個詐欺 休想要偷走選舉 而且還說可悲 可恥 投票所關閉之後 寄到的票通通都不算 老師你怎麼看 就是說現在川普他也出招了 好像就馬上說你這是詐欺的 就是 就算你拿到270 你拜登拿270的話 我也不會認 我不服輸 我就打官司到底 這個意思 要拿出證據來 例如說你要指控 美國的各州的選委會 所辦的選舉 特別是這些關鍵州的 選委會的選舉 有舞弊的話你要拿出證據來 到目前為止川普沒有拿出證據來 所以連共和黨的很多人 也都看不下去 然後川普他是要求 最高法院直接介入 所以他說我的律師團 已經準備好了 我要到最高法院去提出訴訟 然後要求那些關鍵州 剛開始的時候要求的是賓州 不准再計票 但是賓州繼續再計票 原因就是因為你最高法院 也不可能說 你今天跟我講的我就作業 還有拜登也有律師團 拜登律師團說我也準備好了 隨時可以跟你對葬 而且你這個官司 你根本打不贏 當然剛剛維翰有談到說 像目前來講最高法院 共和黨佔有6席 得大法官 然後民主黨有3席 可是說實在話 這些大法官 雖然他有所屬於共和黨 或是屬於民主黨 可是他現在要思考的是 美國的整個法治社會 跟美國的整個社會秩序 還有美國的整個社會 會不會撕裂的問題 也就是說如果這些大法官 他服從於他的政黨的屬性 那他背棄了他的法律的線條 這些大法官從此以後 在美國不會有地位的 也不會有威望的 他以後怎麼去裁決憲法的官司 他以後怎麼去處理 更高層級的法律的案件 所以我個人認為雖然 川普在最終的時候 臨時一腳把那一個 很有爭議的女性的 但我不是要特別強調女性的 是因為剛好前段時間過世的 是一位女性的大法官 所以他也同樣的提名 一位女性的這樣大法官 但是由於這一位很有爭議的 他本身是一個很虔誠的 一個宗教人士 但是我們也不能說虔誠就不對了 而是說當時他是在於若干的 問案子中是有爭議的 即使是這樣子 表面上看起來這樣對川普是很有利 也就要打這個憲法官司 打這個選舉官司對他有利 可是我覺得 當這些大法官在面對 就是很有可能就是270票 或者是更多一點 或者是這些目前的關鍵州 已經開始進入非常緊張 然後美國的很多州已經打起來了 目前美國的很多州的民眾 已經打起來了 有衝突 對 目前這個衝突 如果這個大法官的裁決介入了 那有可能會引爆更大的衝突 那這樣的情形下的話 他要對未來的法治秩序 美國的法治社會 美國的民主已經受到挑戰了 可是美國的民主 他最重要的另外一個基礎就是法治 如果連法治也都崩了 那美國就不再是美國了 也不再是過去 大家心目中的美國了 美國已經墮落到人類間 最可怕的一個崩解的一個大怪獸 所以我覺得這些大法官 應該不會去服從於 他的這個背後的政黨 他應該要去考慮到 法治社會秩序 還有整個程序要怎麼維持 另外你特朗普指控選舉有舞弊 拿出證據來 你如果沒有拿出證據來 大法官他們怎麼可能直接介入 說這些關鍵州停止計票 因為川普現在要求兩個 一個是還在開票的停止計票 另外已經開完要重新計票 威斯康新州他就是要重新計票 對 他要重新計票 你要重新計票 你要拿出證據來說 他有舞弊 但是問題現在大家在問 你的證據在哪裡 目前來講沒有提出來 我覺得如果川普 执意這樣做的話 那麼一直給高中法院 施加更大的壓力 也就是透過他的律師團 我認為最後可能又會有 更多的共和黨的人 會跳出來 會跟川普保持一個倔限 我覺得他可能會更孤立 因此我覺得川普目前來講 他不應該再做 激化支持者的一個動作 但是這個人 他聽不下去 你不用去想像 他會為了美國人的團結 然後讓自己那麼受一點委屈 應該是不會的 好 玉米委員 你看像現在 我們看到川普 他已經講說我要提出訴訟 因為他們作弊 因為他們在欺騙 所以他對三個州 已經是提出訴訟的要求 包括賓州 密西根州 還有第三個就是喬治亞州 這三個 而且你們通通不可以再計票了 還有尤其像喬治亞州 就是那個投票日之後 才送到的 那種通通也不能算 其實好像這個話 都是他在講 都是他說了算 威斯康辛州我們剛剛講 就是重新計票 我們講重新驗票 可是這些州 他們會怎麼處置 就是如果按照老師講的說 各州可以 他們自己來去決定 對 他們各州 對 他們各州可以自行來決定 不是你川普今天講了就算 所以那意思是什麼 那你今天你要想翻盤 也翻不了 其實那個美國應該相信 它是一個民主國家 也是一個法治國家 所以他們這個法律素養 應該都是有的 這個賓州的州長 其實川普這樣講之後 他賓州人就說 法律不是川普說了算 就是說 行政我要不要停止 我的計票作業 我有我的行政權 我的州我可以決定 我要不要繼續這樣子作業 人家州長他 川普會發推特 他也發推特 如果每一票我都算 我繼續算 就是我就繼續算 因為就是對於 每一個選民來講 他寄出了這個票 大家這個民主最重要的精神 就是說他每一票 他其實都應該要 就是他的投票意向 他都應該要被認真的看待 所以賓州也沒有因為 川普的發言 他就停止計票 所以現在整個的計票作業 還在緊鑼密鼓 就是加快當中 更何況當時 就是他們這個郵寄投票 其實他是有經過法律程序的 就是說他們州是同意 他是有經過一個 正常的程序同意之後 才有這麼多郵寄投票 而且截止時間 也是有經過一個行政程序的 你如果依法論法來講 他所有的過程程序 當時都也不是說 州長一個人說了算 他是有經過一定的 行政程序之後所允許的 然後給這些選民的權利 你今天怎麼可能 一個民主國家 一個總統一勝利一下 又不是獨裁國家 我說不算就不算 沒有這回事 所以我覺得現在川普 他現在有點是在 召喚他的這個支持者 因為他對於這個整個過程 他有點難以接受說 他其實本來就料到 郵寄投票對他不利 因為當時就是民主黨的人士 就是很多都是要用郵寄投票 登記也是最踴躍 所以他知道說 大量的郵寄投票 對他是不利 所以他一路就一直消毒 他說沒有這樣子的 哪有什麼郵寄投票 他反對這樣子的方式 他是一路其實一直在反對 他昨天 他可能就是到昨天下午的時候 他其實可能 我們的時間昨天下午的時候 他可能一度很開心 想說這個可以領先 但是他其實也同時算到說 萬一這些郵寄的票 大量的郵寄票 開始不斷不斷的翻出來之後 他會不會豬羊變色 所以他是要早一點喊說 不要再算 不要再開票了 到目前為止我贏就好了 他昨天講的第一時間 就是我們下午看到的狀況是 他在當天投票先開 所以那些票 他有一些搖擺州是領先 但是他擔心的下一步就是 那一些大量的郵寄票 開始去開的時候 他可能就會超越 所以我們看到像 密西根或者是威斯康辛 都是有這樣子的情況 賓州會不會翻過來 大家也還在看 因為賓州的郵寄投票的量 也非常的大 所以其實川普 他每一個發的推特 你以為他只是情緒發洩 其實並沒有 我覺得他的整個競選的團隊 有在算 怎麼樣情況底下 發這樣的訊息 對我們是有利 甚至我覺得他有一點 不符合一個 民主國家總統該做的事情 就是說 像我們都很尊重總選會對不對 而且也應該是大概 快要比定的時候才可以 他不是他在很多搖擺州 其實陸續也都還在開票 當中就說我贏了 出來告訴他的這個支持 他說我贏了 我覺得他有一點點 這一點不太好 就是說當他這樣講的時候 他很多的穿粉 會接收到一個訊息 就是說我們贏了 我們贏定了 但是當你看 這個睡一晚之後 隔天我們看到的 有一些州翻盤之後 他就開始說 這是好奇怪的現象 我已經贏了 那怎麼可能現在變成輸了呢 那這種就是政治語言 他就開始訴諸他的穿粉 所以有一個比較不好的現象 是他有一些穿粉 也跑到那個計票中心去 就是抗議 捍衛言論自由到底 搶救中天 台灣不能只有一種聲音 請立刻訂閱中天電視YouTube頻道 訂閱按讚分享開啟小鈴鐺